国立彰化师范大学长青学院艺术班 自几日起至3月24日在陆港镇图书艺文中心 以百老会为主题举办师生连展 展出退休长者在各种美财中 展现非凡创作天赋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 最年轻的是55岁 最年长有80几岁 所以他们都是利用他们退休的时间 然后来学习 甚至于来表现他自己生活周遭的一些事物 我们这次总共有135件作品 所以40几个一个人都差不多有34件的作品 我们是一群半百老人所画的图 然后我们也引译的是曼哈顿的百老会 因为曼哈顿百老会是电影城 它充满了惊奇梦想跟丰富的一个美财 所以就跟我们这一次的展览一样 像我自己呢 我就是到了南疆卡神 然后呢我看到了一个小朋友 然后我就把它拍起来 然后回来我就把它画起来 所以呢这是我们很多的一个 所以你从这些图画里头 你会发现了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我们现场很多作品 那尤其看到这些学员 也能够活到老学到老 透过老师的一个指导 创立自己的一个艺术 尤其在这些创作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作品 那能够看到这些作品 也能够表现 这些老师非常用心 把这个学员带入门 那由学员自己的一个创作 展现自己的一个艺术 有一个风采 百老绘师深连展 不论是油画 水彩画 色铅笔画 粉彩画 碳笔素描 都呈现出多元的艺术风采 期待大家在欣赏时 可沉浸在每件作品 精心编织的情感和故事中 带动更多银发族 开拓精彩人生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时间 到陆港图书艺文中心 欣赏精彩的作品 公益频道黄诗亭陆港采访报导